在這邊 順利把他逮捕 奄奄一襲的沸沸 被網子纏得動彈不得 就看農業局官員不顧他身上有傷 邀喝幫忙抓沸的阿嬤一起入境 一邊拎著裝沸沸的網子 一邊滑手機露出一抹得意笑容 甚至要求旁人幫忙拍張照 要給女兒看 沸沸已經流血了 官員卻是洗小拍照 更誇張的還在後頭 套王邊邊繩子上有血跡 官員粗暴的把沸沸塞進 小小的寵物外出籠 甚至還把網子方向搞錯 直到現場記者提醒才換邊 重槍已經命危的沸沸 就這樣被翻來翻去後 重摔進籠子裡 抓捕畫面曝光 官員拍照 粗暴舉動 引來外界踏罰 社後受訪公稱 知道沸沸狀況不好 但從現場鏡頭來看 官員第一時間沒有先檢查傷事 而是先拍照做紀念 社後還在臉書發文 希望我幼稚園的女兒 可以跟同學說 我阿爸抓到沸沸 真的沒有騙你們 輕浮的態度讓秋顯智痛批 沸沸之死是行政失靈俠的悲劇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不專業 非常的荒腔走板 那怎麼會說 這個弄了十幾天之後 到最後這個沸沸中槍的這個狀況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地方政府難辭急救 一支沸沸之死 我們可以看出 整個桃園市府的處置方式 是有多官僚 一場沸沸抓捕行動 讓官場的擺拍文化表露無遺 這個官員昨天在這個現場 就是捕捉了整個畫面 是不是態度太過輕浮呢 這個部分需不需要檢討 等一下先請冠婷來補充 不過我們剛才有看到的是 這一位獵人 他在剛剛有發出了聲明 稍微簡短的來這個念給大家聽 他其實有把這個整個來龍去脈 寫得非常的詳細 那麼其中一段獵人是說 因為後來沸沸就是被圍困在一個角落當中 那當時其實現場是蠻昏暗的 他也不曉得他那時候槍 槍他已經拿出來 但是不曉得到底那個黑暗當中的 那一團東西是不是沸沸 所以他有用這個木頭稍微丟了一下 那沒有想到這個沸沸就開始突然吼叫 然後一下子要跳上屋頂 準備要往上爬 要鑽出某一個洞了 好這個時候他就跟旁邊的人說 是不是快點要來行動了 那旁邊的人告訴他說 麻醉沒有針了 因為麻醉槍射完了 麻醉沒有針了 後來旁邊這位就直接跟他說 你就開槍了 所以合法的這位獵人 他就開槍了 那當然開槍完之後 就是我們後面所知道的結果 沸沸的生命結束了 好那最後獵人有聲明了以下三點 他說第一點他在圍捕的現場 是跟桃園市府的農業局一起行動的 他們也完全知情 第二點 獵人表示他不是擅自擊發獵槍 是認為好 該位獸醫可能是農業局的人員 因此聽命開槍 不過後來他才理解到 因為他是當中有寫到說 因為其實很多人 大家都是穿便服 所以他可能也搞不太清楚 到底是農業局的人員 還是六福村的這個獸醫 所以他這個可能是當中 他也是有一點混淆的 第三就是說 現場的情況蠻混亂的 那獵人也覺得沸沸 可能隨時會傷及民眾 因此他在當下 他決定聽命開槍 那在此他也深表遺憾 這是最新的訊息 獵人他所發布的最新聲明 我要請教冠廷的是 其實獵人的聲明寫得非常清楚 他是聽命開槍 真的有人叫他開槍 那這個人到底是誰 現在是不是 這不可能差不掉吧 那天在那裡 就那幾個人而已 是 來冠廷 主持人我稍微講一下 這件事情為什麼 現在感覺起來 態度上大家都要把責任推乾淨 因為野保法規範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沒有經得主管機關的同意 擅自獵捕或射殺 這樣子的野生動物 會產生什麼結果 就是判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 所以這個事情是有非常高的刑則 還不要講說 並可能一百萬以下的罰金 所以現階段 這個獵人的聲明 我覺得可以看到幾個蛛絲馬跡 我們看到這整件事情 有涉及到四個單位 一個單位是新竹縣政府 桃園縣 桃園市政府 獵人 以及六福村 那我先把其中一個排除掉 就是看起來新竹縣政府 目前為止 各方的資訊 對起來新竹縣政府的責任 稍微小一點 因為目前他在整個行動當中 唯一一個跟整件事情有關係的 是 二十七號上午十點 獵人接到新竹縣政府農業局的通知說 欸 有這件事情 可是現在據新竹縣政府的講法是說 打掉給這獵人說 獵人早就已經在桃園的現場了 然後呢 新竹縣政府直接跳出來喔 洋文科現場跟張善政市長同黨籍的喔 居然跳出來直接講說 叫桃園市的農業局 最好是誠實為上 看起來新竹縣政府無權也沒有辦法去做這個決定 那跟現在獵人的聲明對起來也跟新竹縣無關 所以新竹縣的責任先把他稍微 對 因為獵人剛才聲明講的都是桃園 桃園市的事情 那我排掉了之後 接下來講有關於桃園的整個責任 桃園這件事情 我首先先講說找到費費之後 在後續的處理的狀況 我們都以為有一位儒姓的這個專門委員 儒姓專門委員 就是要拍照給女兒看的這一位 我們都以為這位是農業局裡面專業的公務員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不是 我合理的判斷跟評估 那也經過初步的查證 他是市府所聘用的機要人員 而他是各個局處所能聘用的機要人員當中 值等最高的 我們能聘用的機要人員有三種 一種是六值等的科員 另外一種是八到九的專員 另外是十指等的專委 十指等專委是局處裡面 唯一能聘用的檢任官 所以他的薪水一個月大概是九萬塊 如果有主管加級 沒有主管加級八萬多 在機要人員裡面是高薪 僅次於市長市的那十二指等顧問的機要職的金資 那這個專委呢 後來我們就調查了他的背景 他呢過去是青農 第一屆百大青農 那他專業有什麼 我在網路上查了很久 他專業絕對不是動保 他的專業是幫韓國瑜算 活動人數 為什麼呢 你查一個像這個專委名稱查相關新聞 韓國瑜在選雲林的那個 在選總統的時候去雲林造勢 到底韓國瑜造勢現場多少人 這位專委 當時還不是專委 盧先生啊 跳出來喔 跟大家講說空拍啊 清點人數啊 所以就說 至少目前查到他的專業是 是幫韓國瑜算人數 接下來我要講喔 這一位號稱博士青農啊 就他對外都講 這個很多的資訊都說 他是博士青農嘛 看起來他博士班沒有畢業 而且我認為他做了一個非常輕蔑 而且非常不合一的一個笑話 我們看到他的臉書 這已經他後來知道事情大條 被下架 導播我們看到這裡 他說我希望我幼稚園的女兒 可以大聲的向同學說 我阿爸抓到廢廢了 真的沒有騙你們得意洋洋的 剛才畫面有看到嘻嘻哈哈的樣子 後來呢下面這一句 我覺得更誇張 他說趙涵節 這樣可以抵博士生一門專業的必修課程嗎 趙涵節是誰 是現在國立東華大學的校長 他跟校長喊話 對他跟校長喊話 哇這可不可以抵專業必修課程 我個人是建議趙校長 你要出來嚴正請責你這個朋友 或學生 就是怎麼會這樣的事情 拿來做這樣的處理 那後來呢知道事情大條之後呢 這位盧專委他就講說 當下覺得廢廢狀況不好 然後呢面色凝重後來受訪 可是你對照他第一時間 洋洋得意不停的擺拍 叫別人幫他拍照 給女兒看 剖臉說洋洋得意 也叫阿嬤一起來拍嘛 這個現場畫面都有拍到 那這個事情非常離譜 離譜到我真的已經 真是我氣到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就是這件事情 桃園市政府 我覺得要更嚴肅的面對 就是這位如性專委的作秀 那市長跟局長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因為他是編制在農業局下面嘛 那你是陳冠義局長的機要 那你也是市長所派任的檢證官 實質等的檢證官 是市府的高官 我覺得市府應該要更好的態度 更完整才對這件事情 首先第一個這個是 第一個我要講 現在根據獵人最新的聲明 我覺得整個故事 感覺可以梳理得更清楚 他在接到這個獵人 他接到新竹縣的通知之後 我到了現場 關鍵是 我就是講開槍 關鍵是要有主管機關下令 這個獵人現在說 他聽到 一開始他聽到 疑似是桃園農業局的人的下令 後來他的聲明寫說 我到了警局去做筆錄的時候 我才知道這個人 不是桃園農業局 是六福村 因為他說他們都穿便服啦 這件事一定要釐清 為什麼 因為現在六福村跳出來啊 說要告這個獵人啊 說他們沒下令啊 那這整個事件中 他有講到一個關鍵 有一個高高的人 自稱農業局高高的人 現在大家要說 這高高的人 是不是就是這位盧專偉啦 在現場發生是說 叫大家瞧的閉嘴 然後後面就清場 然後做他後續那些作秀的行為 這個事情也是一個蛛絲馬跡喔 就代表說如果假設真的是這位盧專偉 還是有其他農業局高高的人 我覺得這比對了出來嘛 所以現在我覺得要離得 而且為什麼要全部都閉嘴啊 對你是誰啊 你是土霸王嗎 你叫他閉嘴是閉什麼嘴 如果真的這高高的就是這位盧專偉 我覺得你要講清楚 好 最後我要講喔 就是說這件事情 現在帶釐清的幾個點 剛剛明後哥講很清楚就是 到底一開始哪裡跑出來的 這支廢廢是誰飼養的 要釐清吧 現在也沒人知道 那六福村說不是 那第二個部分是 六福村的角度是講說 他是收到通知 然後配合桃園農業局的指揮 然後幫忙帶麻醉器材跟獸醫 一起隨行 那可是現在這個獵人跳出來講說 他受到的指示是桃園 他一開始講桃園農業局 後來講說去警局之後發現是六福村 然後六福村說他告這個獵人 我覺得這個事情絕討不掉的啦 搞清楚現場的狀況就好 現場就那幾個人一定找出來啦 但是我說也不能完全誣賴桃園 是農業局或者是六福村 獵人有沒有可能是沒有人受益直接開 為了要規避刑責 各種都有可能 對剛才那是獵人自己的聲明稿啦 所以桃園市府要出來講 所以回到最後啦 就是說這件事情的行動 已經確定就是在桃園的這個行動 是桃園市農業局的主政嘛 然後是他的行動嘛 那所以桃園市農業局 在最後的這一個獵捕過程中 無論是不是他下令開槍的 但是當菲菲已經被射殺 後續這些處理拖刑 硬塞到那個箱子裡 然後整個專門委員 這麼高階的檢任官 然後在前面擺拍作秀 然後事後再來這邊 一副很可憐的樣子說 那個面色凝重啊 然後覺得菲菲狀況不好啊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說實話 我認為這個人非常不適任的 完全不適任 就是中華民國的公務員 因為你當機要職的 當下你就公務員了嘛 那我覺得市政府 真的要更有好的態度 這件事情啊 我認為張正正市長雖然道歉了 可是相關陳冠義局長 以及這個如性專員 他們的責任 我覺得張市長要更坦白的 跟大家來面對 來這個專員的部分 敬平議員在這邊 議員是桃園市的議員 剛才有講到今天這個專委 就算他不是動保相關的專業 就算就算他不知道 到底是被獵槍射殺 還是這個麻醉槍打到 可是他都不知道 可是圍捕之後 第一個動作不是應該先 讓這個動物先減傷一下嗎 怎麼會是在那邊擺拍 這個畫面出來 大家看的真的是覺得 這個是官僚的擺拍文化 那另外這個敬平議員 剛才有看到就是獵人的聲明 確實是有人叫他開槍 那這個人到底是屬於市府的農業局的人 還是六福村的人還是有待釐清 可是真的有人這樣叫他開槍啊 那甚至還有一位高高的人 這個獵人的形容 說高高的人出來說 全部都閉嘴喔 全部都閉嘴 那這位高高的人 這個市府這邊 是不是也要了解一下呢 我覺得這個沸沸 如果說沒有不幸上命在這個 昨天這個獵人的槍下的話 肯定會成為全台灣都關注 可能甚至受歡迎的一個明星 動物明星 是是是 很遺憾也很可惜的 就不幸上身在這個獵人的槍下 那第一時間當然獵人的槍帶的是實彈 雖然是他自製改造的獵槍 他是合法的獵人 但到底桃園市農業局知不知道 獵人的聲明是表示說 他說他有跟現場所有人講 對對對 那我也有看到 早上這個有有別的媒體 在PO出那完整的一個影片 這個獵人他的槍管上 似乎有那個燈的光源 他有槍燈 就可以去照那個屋子裡面 然後當時這個 因為是從後面拍 然後那個獵人是拿著槍在前面 沒錯 因為也是據獵人的聲明 說現場的這個 那個圍捕的農業局的人員 還有還是包括六福村的人 總之現場的人就說 麻醉槍已經沒針了 麻醉槍已經沒有麻醉針 然後當下他被阿嬤 就是很鎮靜的把這個門鎖在裡面 那個沸沸在裡面也慌了 要上也不是要下也不是 所以整個當獵人進去的之後 然後有一個人在後面有出聲音 我是看到我只聽到聲音 就是沒有看到那個人 到底講話的是誰 就聽到聲音 那電視台在播出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有注意到他說 在裡面好像在裡面 然後那個那個小心喔 有沒有光 然後燈打開了照 快點快點開槍開槍 然後就開了就 就是射然後就射中 然後就突然就沒聲音了 然後才會發生可能獵人聲明 講了那一連串的這個事情 後來就是獵人講的這個高高的 農業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一個高高的人進去 我覺得他形容高高的應該 我對我的印象就是我認識爐濟業 應該就是在講爐濟業了 那當然他是一個好人 他是一個很老實很勾矣的 他也不是像我們看了媒體上 什麼大家通通給我閉嘴或怎麼樣 他其實很願意學習很多的事情 他是在張善政退休行政院長 他們這個卸下公子之後 到了這個花蓮 然後當時他買了一塊農地物農 他的農地就在爐濟業的旁邊 然後爐濟業教他如何去耕種 如何去做這樣一個有機的耕種 然後如何去那個了解一個地方農業 那爐濟業也是很早就頭腔回去做一個青年務農的 然後爐濟業他當時其實在二零一九二零二零年的時候加入韓國 韓國瑜跟這個張善政的國政顧問團 負責的就是農業的這一塊跟很多的農業學者專家 他有他學有所長 所以哪怕是他後來在桃園市政府 他的職缺其實他是資科局的資訊科技局 聽起來會跟動保農業有什麼關係 但是因為他的那個職缺 因為上次就鬧過一次新聞了 張善政上任之後沒有多少缺可以放 因為都是公務員這個文官的公務人員在上面 沒有多少檢認缺可以放了 所以當下哪邊有局有這個缺 就先把他放到那個位置就先塞那個位置 所以如今也是到資科局 但是因為他的本身的專長畢竟是在農業 所以支援農業他要支援這個陳冠義局長 那他們這一群人包括我剛剛看到的畫面上的 這個動保處的處長王德吉 他跟農業局的局長陳冠義 其實也是連日來辛苦了四五天了 這的確如果說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破題 如果說這個費費沒有死的話 真的這些人真的沒有功勞也是有苦勞 可是原因就是 可是問題就在於費費已經死了 所以變成大家都一樣難辭其咎 難辭其咎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大家看到那個影片照片 他們在那個拍 我要講那個左手筆葉那個不是爐記葉 但是不管是誰應該就是在現場的人 爐記葉是穿長袖的夾克 跟長袖的褲子 那個顏色不太一樣 但是就算這個 你說這一張應該不是爐記葉 但是爐記葉畢竟拿著手機 他在看可能在回報 或者是準備要拍照 要自拍滑著手機 然後接下來把手機交給人家 叫人家幫他拍一下 他說他要拍給他女兒看 這些動作說明了什麼 他缺乏了政治Sense 所以我說就算是動保Sense也不足 動保素養也不足 政治Sense也不夠 這個是會引起很大的這個效應 所以在場的圍捕的人員 缺乏這個正確的動保素養 這個動保意識動保觀念 所以都沒有 所以我就說這會變成 現在是已經變政治問題了 除了動保問題 動保問題當然是一塊 但是也變成政治問題了 所以當下農業局沒有派動保團體 跟動保專家去圍捕 因為你要看連續四五天來 要動員上百人的這個人次 所以連新竹縣的都委託這個 零性獵人都趕到現場 因為離那個新竹縣近 已經兩三公里了 再一點點去 他可能就跑到新竹縣了 所以當然也他們想要把問題解決 可是發生了這個不幸悲劇之後呢 卻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顯示我覺得這個動保的 這個意識要再教育 桃園市農業局動保處 一直以來這方面的這個官員 可能在這方面的素養 真的要再加強 所以我覺得錯就錯啦 真的是認錯 真的很 我覺得很對不起大家 也讓大家的這個 原本的期待變成很難過 有點失望 那但是我覺得 在這個政治的工訪過程當中 我也希望大家給這些官員 包括農業局長陳冠義 和這個動保處長王德吉 還有包括這個盧濟業 出了包的這些人 給他們一些機會 給他們一些活路 給他們知道說動保的這個教育 和動保的意識 他們在他們這個以後的這個工作上 會有很大很大的這個經驗跟教訓 那當然不是只有這個 但後面今天早上又出現那個 跟這個沸沸辦告別式這個 讓大家覺得怎麼作秀做到這種 我覺得也不必要啦 真的不用啦 這個真的我也要請教一下溫大哥 其實就是因為今天桃園市 就是送這個沸沸的遺體過去嘛 那也是大陣仗的列隊來鞠躬 其實網友也是炸國 我就說你現在要做的是去檢討 不是一直不斷的在作秀 我看到甚至有網友留言說 那你如果要這樣 你要不要乾脆蓋國旗 要不要送到中列祠 很多很酸的留言都出來 這表示大家對於桃園市農業局的處理 是相當相當不滿 我先講一下當下他們那個時候 是因為擔心說貝貝在裡面 就是一個冷冰冰的這個 這個一具動物的遺體 然後怕這個人家批評他們 因為他們有點嚇到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冷冰冰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就怕說不理他 你看你們真是冷血 對沸沸沒有這樣處理 所以後來有同仁 就跟農業局長陳冠英他們講說 要不然就獻個花舉個工 我很後悔昨天晚上沒有跟他講清楚 不要千萬不要辦 千萬不要辦告別式 我雖然用這個來形容 這有點誇張 但是我是 我昨天晚上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覺得我也蠻難過的 所以他們當下是他們也覺得 他們今天也唉聲叹氣 因為看到那個冷冰冰的 他們又害怕被人家攻擊說 完全不理他 然後到時候說你們冷血怎麼樣 所以他們就要不然就是舉個工 畢竟是一條這個寶貝的生命 就是這個畫面 網友看到氣炸 所以有同仁獻花 他們才做這個動作 然後就把這個送上車 他們很怕中間沒做什麼動作 我們現在看到了當然那個陰一樣 那對這個事件我自己的感覺是過與不及 講實在話 因為他在富剛 富剛這個地方剛好在新竹縣 桃園縣桃園市交界 所以那一支會會可能隨時會跑到新竹縣 所以那個獵人大概是從新竹過來的 那他當然封命行事嘛 那他是類人 類人本來就是要讓你一槍 沒有半條命大概也是一條命就走了 所以他是課盡職責 因為當時可以說滿層風雨 這個報紙報導臺灣的新聞 有時候你看這廢會管制比什麼蘿蔔松 然後又是這個米猴 米猴現在是臺灣的大問題 這個已經在算全省到處蔓延了 所以對我們來講 當然動保是需要大家重視 因為我們都是文明人嘛 但沒必要作秀 因為他可能會真的傷及無辜 是 他萬一傷了那個阿嬤 那個阿嬤當然很機靈 把他鎖在裡面 萬一是小朋友 可能就不知道怎麼抵抗 所以你要站在一個高點去看 真的 死了就死了 當然他不是人命一條 人命關天 他是一個野生動物 是不知從何而來的 不知從何而來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說今天是在戒員時期的話 這樣的一個場景 我真的很想說 用這一張照片來讓各位看 廢廢千臺記 他不知道從東會哪裡跑過來 然後他的遭遇 可能蔣介石聽得大概都會這樣子 做一個鬼臉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整個世界多少大事 對不對 台灣面臨了多少大事 你現在為了一隻 不知來處的一隻沸沸 沸沸揚揚 沸沸騰騰騰騰 沒完沒了 我這句不好意思 沒有這假霸 確實整件事情真的是沸沸揚揚 不過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從喜劇變成悲劇 真的是讓人不生唏噓 那麼昨天有一個粉專 這個DJ金寶 他辦了網友投票 他說哪一件新聞 是昨天3月27號的大事呢 沸沸在桃園重傷死亡 這件事情 有96%的人認為 是昨天的大事 而至於馬先生 搭機出訪到中國去 只有4%的網友關心 在這個粉專所辦的民調 所以現在很多人說 這個馬前總統 哇這個用心良苦 跑到中國去 只有沒有想到聲量 被東飛沸沸給壓過去了 那我們稍後回來 就繼續來看 馬英九到中國去 原本傳出說 這個什麼元首規格的接待 結果秒破功耶 實際來的接近官員層級是什麼呢 從原本的正國級連降兩層 變成副部級而已 不過馬前總統今天說 他對這樣的接待 他覺得非常滿意 我們休息之後馬上回來